另外现在疫情关系 饭店也不能说客人在餐厅里面吃饭 那为了救业绩怎么办呢 就想出了新的法子 现在还把原本的自助餐的餐厅 化身为美食卖场变成超市了 饭收一百多种的熟食跟便当 连冷冻食品也摆出来卖 就连饭店内会用到的食材 也都包装成一个蔬菜箱 每一个礼拜帮你配送一次 热腾腾的便当放上架 海南鸡份 生鱼片以及多汁烤鸡 如果想吃清爽些 还有生菜沙拉统统任你挑选 饭店的buffet餐厅 目前化身为美食卖场 上次餐台原本摆的各式餐点 都摆放了熟食便当让民众挑选 餐店种类多样化 再加上有饭店光环加持 一开放饭售就有民众来采购 还有不少人拿着篮子大采购 也因为饭售区域变大 饭售品像破百样 除了熟食连冷冻食品 也买得到 为了面对三级警戒冲击 饭店业者积极转型 求生救生意 军月酒店首度推出冷冻水饺 师傅快手包入馅料 送入干贝跟海虾 让水饺还原饱满 用料澎湃吸引不少人购买 首泼1500盒短短两天奔就卖光 连带让第二泼备货多一倍 万一酒店则将饭店食材 拿来作为蔬菜箱贩售 叶菜类根筋类以及菇菌类 丰富多样化兼顾营养均衡 每周仅限定一天贩售 提前预约才买得到 都是买熟食 推出的相对的就是 价格上都比 就是非疫情期间 算是很划算 会比较欣赏我 因为毕竟是知名的饭店的话 有一层保障 对 所以无论是吃的或蔬菜香 这种都会 都会作为首选 饭店业界有美食优势 跨足零售业 想尽办法增加营收 希望能撑过这波疫情 东西财经科 黄明谢维仪台北报导